见证历史不当党产条例通过 经过11小时马拉松发言和67次表决后 立法院通过不当党产条例 未来政党都要向行政院下设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申报财产 不当党产都要转移国有 委员会不但能向各机关个人调资料 还能请求警察协助 为了避免政党预先脱产 法案规定公布日期 除水电纳税等支出外禁止处分财产 不让党产从此以后 再也不是民党签计划之外 我们必须更落实的改革 改革才要开始而已 感谢老科啊 用清算用斗争用低速暴力的手段 硬把国民党整个踩在地上 政治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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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 订阅 订阅 订阅